哈喽是我爱妮 现在我在泰国的计程车上面 那我现在要去哪里呢 现在要去一下医院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要拍 泰国动变性手术到底要多少钱 2022年版本 今年2022年了 大家都知道变性手术会随着时间会逐年涨涨疯狂上升 所以呢今天有这个荣幸 想大家一起来看 今年动变性手术在曼谷到底要多少钱 今天主要会去两家的医院 第一家医院是 我来这里之后 问所有的泰国人在哪里动变性手术 他们都指定这个医师 叫做卡蒙医师 是泰国最有名的变性手术医师 第二家医院是 我当初自己在2017年 动变性手术的那个医院 所以今天只要会去这两家医院 我看看价格到底多少钱 然后修复期间到底要多久 Here we go Hello各位我抵达了 我身后的一间就是泰国最著名的 卡蒙医师 那待会因为里面肯定是不能录影的 所以我会拍几张照片 然后问问看 你们把那个报价单带出来 然后告诉各位多少钱 待会见 待会见 我现在见确了 这个是哪儿呢 对 对 这一家医院是 对 这一家医院是 对 这一家医院是 这个医院是 这个医院的医院 几个医院的医院 对 哦 然後有一個Colon 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類型 可以看到嗎 可以選擇這些類型 如果這個做很多 可以選擇RFPV 和Colon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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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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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會分別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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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會選擇 但是... 沒帶 沒帶呢 不太強了 對 要不太強了 哈囉各位 我現在在這個裡面 我剛剛已經問完價格了 剛剛小姐已經只取完價格了 天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貴耶 在這裡 正在這裡 但她也有說這個價格是否外國人的 所以特別的貴 天啊 超貴 沒有想像中的還要貴耶 我現在念給大家聽 康隆醫師醫院這邊的價格是 皮扮手術是 32萬1千泰銖 然而結長手術是 57萬7千5百泰銖 貴 但是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她這邊的結長手術是沒有八痕的 就是她這個價格是 她有分兩種價格 那樣價格差了10萬 一個是有八痕的 一個是沒有八痕的 然後我做的那個 當初做的那個是 有留疤的 在肚子上有留疤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57萬 而這個價格包含了住院7天 在這個醫院住院7天 任何的費用全包 但剛剛那個護理師也有說 就是這個價格是給外國人的價格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點 所以或許是因為這個醫師非常的有名吧 然後也是泰國對知名的醫師 大家都排隊來做 所以呢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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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就是 她這個價格是否合理 我們到時候去我下一家醫院就知道了 各位各位 我剛剛在林早離開之前 然後那個護理師問我說 想不想看 就是他們做的手術成果 但是不可以排 然後 然後 還要給我 哇哇哇哇哇哇 還不錯 還不錯 我覺得跟我做的 跟我做的差不多 就跟我做的 呃 的外觀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陰唇的部分會比較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然後 嗚嗚嗚嗚 它的結長做的蠻好看的 當然我不知道實用程度 但是就 就正面圖來看 內外的唇 就是分得很明顯 所以 技術是 可以認證的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現在前往下一家 但下一家之前我可能要買水 吃一下音車藥 因為路程有點遠 這邊給大家看看醫院旁邊的環境 因為旁邊的環境就是這樣 有很多的小吃攤 不過動手術的話應該也沒辦法吃 好 酷酷酷酷 然後旁邊直接就回我家 7-11 哈囉各位我抵達了 我當初動手術的醫院 N9醫院 這裡距離曼谷市中心 差不多有40分鐘的車程 好懷念喔 我五年前就在這裡動手術的 這裡就是 竊笛醫生合作的醫院 竊笛醫生不是這邊的職員 但是他跟這邊的手術房有合作 所以我當初動手術就是在這個醫院 啊 最近已經5年了 所以等他進去的時候 一樣沒辦法錄影 所以我會用拍照 跟錄音來代替 也我一個人來進去看看 多少錢吧 2022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在台灣 我來吃飯 我可以放到一輩子 其實我可以放到一個湯 就可以放到一個湯 這裡就是 我們說 拉條 拉條 來 出發 我們吃飯 去吧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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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 我出來了 結果問來問去問了一對 切笛醫師已經沒有 然後在這個醫院動手術了 我白白跑來浪費我三百塊錢的車程 所以 現在知道的事情是 他剛剛給我切笛醫師 仲介的電話號碼 然後 我現在還在詢問當中 因為他還沒有回復那麼快 但現在知道的是 切笛醫師本人 就是我的醫師 我當初動病心手術的醫師 已經沒有在這個醫院執行手術了 但是 剛剛聽獲理師說 我的醫師好像八月份要漲價了 所以說 價格令我有點擔憂 不過 還是要找到他 問出價格多少錢 所以待會呢 可能到晚上的時候 當我知道價格的時候 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價格是多少錢 現在的話呢 先去吃個飯吧 不少餓 不少餓 哈囉各位 哈囉各位 我現在在回飯店的路上 然後剛剛 重機已經回復我價格了 今天一三換到一間新的在曼谷的醫院 價格是三十八萬元整 三十八萬泰銖 當初動的時候是二十八萬 所以現在漲十萬元 畢竟已經隔了五年了 人家要漲價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以上這個價格只有包含住院 然後不包含你的機票 以及不包含你在泰國康復的住宿費用 所以家一家的話呢 如果選擇跟我同一個醫師的話 我會建議準備五十萬泰銖 是比較合理的 比較可以過得舒適的 但如果你想在看蒙醫師那裡做 就是全泰國最有名的變性手術醫師的話呢 那當然除了變性手術費五十七萬泰銖以外 你就會再多準備個十萬泰銖 讓你住在泰國休養 以及你的機票錢 好啦 以上就是二零二年 變性手術到底要花多少錢呢 所以明年我會再問一次 每一年我都會問一次 每一年 所以明年見啦各位 希望明年的價格是一樣的呢 看不見 晚安 晚安